大家好,我是蔡律师,我们在新闻名律师事务所,我们这个视频的题目是2023年谈保持美国绿卡身份和办理回美证Re-Entry Permit 那么最近呢,因为形势的更新变化,还有更多的客户,其他人询问我们这方面的问题 所以我们在这里呢,再重新更新总结一下 那么过去几年呢,因为疫情原因,中国和美国之间呢,联系有的时候相对少一些 办回美证的人呢,有的时候也少一点 那现在呢,有一些人意识到啊,我已经离开美国好几年了,那现在怎么来处理 或者呢,有的人看到现在中美之间的航班数量比以前要少很多 那我要是往返不方便的话,那我是否需要办理回美证,我们在这里讲一下 首先呢,这个我有绿卡,那一般我能离开美国多久,还保持绿卡身份呢 原则上说是一年,有的人说半年,有的人说其他时间,这个一般是不正确的 那正常情况下,我可以离开美国up to一年的时间 然后再返回,不影响我的绿卡身份 当然我说我离开美国一年,回美国住三天 我再离开美国再一年,再回美国住一个星期 然后再离开,这样行不行呢? 那这时间久了,大概不行了 你还需要呢,这个表明说你没有意向放弃你的美国绿卡身份 那怎么表明呢?你可以表明,比如说我和美国有这样那样的联系 比如说我有银行账户,信用卡账户,有住房,有我的亲友还在这里 还有相关的工作等等,这些都可以 过去一段时间,因为疫情等等原因 有一些申请人,或者绿卡持有人,已经离开美国时间比较久了 一年半,两年,两年半,三年都有 还是有可能能够返回美国的 我们前一段在美国攻略网站,我们律所的专栏上面讨论了有一个最近的case 他离开美国已经有三年多时间了 那前一段呢,入境美国也没有遇到问题,尤其是最近疫情刚结束不久 可以考虑提到这方面的理由 当然这个时间越久,就越不容易再用这个理由了 除此以外呢,除了一般的,比如疫情的原因 还需要呢,最好有一些个人的特殊的原因 比如说自己啊,或者家人有这个身体的状况啊等等 需要照顾,需要陪伴啊 那如果有相应的病例等等证据翻译成英文 那就更好一些 那过去已经发生的事情没法改变 如果说已经离开美国几年了,怎么办呢 有的人办SB1签证 但是最近呢,我们看到SB1签证相对来说比较难批 比较难批准 可以考虑就是直接返回美国 事先做好准备 提供相应的证据说明 像这样 如果绿卡没有过期 离开美国 目前来看一两年还是可以的 那有的人说我现在因为经济原因啊 职场发展啊 工作原因啊,那我还需要离开美国一段时间 我预计可能要离开美国一年以上 那怎么办呢 那你可以考虑办这个Re-Entry Permit 提交的表格呢是I131表 美国移民局呢需要收费660美元一个人 这个批准以后呢就可以离开美国两年左右的时间啊 可以不用返回还保持绿卡身份 那两年到期了怎么办呢 可以返回美国再提交新的申请 又有两年有效 那又到期了怎么办呢 你还可以再提交新的啊 至少也还一年有效 那再到期了怎么办呢 那你如果说拿到绿卡以后 离开美国五年都不想再返回 也许就不需要绿卡了 或者你到那个时候可以考虑 就至少就不要离开美国这么久了 回到美国多住一段时间啊 然后再说对吧 如果离开美国不超过一年 像前面提到还可以保持绿卡身份 那这个I131软去permit的申请 需要什么样的材料呢 那你需要填写相应的表格 需要有给移民局的费用660美元 然后呢需要有你绿卡的复印件 如果你此前申请过软去permit 也可以附上此前的收据和批准书 如果你有social security card 也可以附上如果有别的证明和美国联系的证据也可以附上 此外呢还可以准备一个statement解释 我为什么需要在取得绿卡身份以后离开美国 比如说两年左右的时间 那这个可以是因为个人的工作原因 也可以是因为家庭原因 比如陪伴家人等等啊 那需要有一个理由一个解释 最后呢这个申请呢需要在美国境内提交 这一点似乎看起来移民局现在还是很严格的 有的申请人就卡着这个时间 说我来美国三天啊 我一入境 然后我提交这个申请 我马上就离境 有一些这方面的教训 有的人因此造成申请被拒 为什么呢 那你这个申请从寄出到移民局收到 到处理还要一段时间 移民局有的时候说 我是三号才收到处理的 这个人我们一查 他二号已经离境了 离开美国了 因此造成申请被拒 那这个很可惜 也不值得 那么要办理这个rent permit 需要在美国待多久呢 因人而异 因为有的人呢 有可能会被要求打指纹 一样要由移民局来决定 有一些人呢 移民局会说 我们以前已经采集过指纹了 那就不用再打了 但是这个呢 你事先不能知道 你要提交了申请以后呢 可能两三周会收到 要么是打指纹的通知 打指纹呢 会安排在收到通知以后 比如说三周左右的时间 但是一般来说呢 你可以walk in 来完成这个打指纹 我们前一段时间 也有关于打指纹 亲身经历的视频讲解 那当时我也询问过 在这样的移民局的 support office工作的人 一般他会讲到 如果你有打指纹的通知 有合适的理由 你不一定非要在通知 你去的那个办公室 也可以在其他地方打指纹 不一定要在通知的那一天 也可以提前 那如果说我来美国 待了几天 我就离开了 收到打指纹通知怎么办啊 那你也可以要求推迟 一般呢 可以推迟一两个月 但是不太可能能推迟半年一年 所以呢 如果推迟一两个月 你在这个时候能返回美国 打指纹 原则上也是可以的 也有的人呢 移民局就通知 说我们可以用以前的指纹记录 不用先打指纹 但像前面提到的 这个是要由移民局决定的 不能自己来要求 那同样的呢 你提交了申请 可能过两三周 会收到移民局的通知 告诉你说不用打指纹 这是一些申请人的情况 所以呢 总体来说 这里讲到的是 你有绿卡 以后呢 如果要在中国 或者在其他地方 要待一年以上的时间 你可以提交这个 reentry permit i131的申请 这个申请呢 现在看起来需要的时间 比较长才能批准 有的时候要好几个月 甚至更久 但是呢 只要批准了 对个人还是有利的 那提交这个申请呢 是否需要呢 因人而异 比如说有的人提交了申请以后 哪怕申请被拒了 比如说因为我提前离境了 或者我没来得及打指纹 等等原因 你有一个提交这个申请的记录 然后呢 有这个收据 显示呢 说我做了我的这个努力 那像这样呢 哪怕你离开美国一年再返回 超过一年再返回 也都会有帮助 这个证明你做了这个安排 而不是这个简单的 disregard的requirement 好 那我们这里讲到的是 2023年谈保持绿卡身份 和办理回美证 reentry permit 有更多问题可以联系我们 谢谢